幹什麼 幹什麼 伊朗籍男子瓦西德十二號在凱盜襲警 導致兩名員警受傷 沒想到十三號又在新北市永和攻擊 客運駕駛還打傷了前來處理的員警 兩天打傷三名警察 為了防止類似狀況 台北市警局研發一套反制作為 就在市警局大會議室裡招來兩名員警示範 給各級長觀看 震撼力十足 除了用警棍制服二途之外 徒手反擊也是訓練重點 原警賣力示範只是這個動作 不少人看了都說像是在跳舞 或是在復健 質疑這樣的強度 難道真能抵抗街上襲警的暴徒嗎 不過負責訓練的教官強調 防禦才是進攻的第一步 強調用防守爭取反擊的時間與空間 除此之外 這套拳法也能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讓員警自主訓練 我們強調的是它的基本架構 基本力量 基礎的本能法令慣性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訓練 強化我們員警的執行能力 作者也能兩人練習 增加肢體反應速度 目標是要讓防禦成為反射動作 才能提升執行安全 也能確保下回再遇到襲警事件 警方能不再被壓著打 記者嘉明 楊中旋 台北報導 關注的 大家看看